《抗战时期战功赫赫》 《抗战时期战功赫赫赫》 《抗战时期战功赫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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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赢得虎奔军的称号 而军长王耀武也被评为八年亢 战中最能打的虎将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 在抗战战功赫赫的将军 在解放时期的战争生涯表现十分平凡 在济南战役中 坚守一周就被华野俘虏 完全没有体现出抗战时期的威猛一面 可以说是发挥失常 第二位是薛岳 抗战时期的著名将领 也是蒋介石集团兼敌最多的抗战名将之一 在抗战终止了万家岭大姐 三次掌杀之战 歼灭敌军十万余人 而且第一次长杀之战 也成为抗战中的转折点 从此抗战进入相识阶段 展开权文 不过在抗战胜利后 他就在山东与新四军打了一仗 结果把蒋介石的精锐 整边第二十六师弄了全军覆没 这样一来 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 就没有了缺绝什么事 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 再次领兵 不过这时蒋介石把几百万国军都败光 而一个小小海满党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四野大军 结果又败了 可以说薛悦在放战争中的表现 真的有点失常 第三位阳明国外的孙丽人 他与以上两位还有点不一样 他是因为与杜玉明波和调离战场 其实两人早在抗战时期就发生了矛盾 当时蒋介石让杜玉明从野人山撤回国内 这时杜玉明让孙丽人跟他一起回国 但是遭到孙丽人的反对 为此两人还大吵一架 后来都知道 孙丽人带领三八师撤到兰姆大 而杜玉明从野人山回国 结果损失惨重 而两人的梁子算是结上了 等到了解放时期 两人再次攻势产生诸多矛盾 因此蒋介石把孙丽人调走 以上三位都是在抗战时期 战功赫赫的名将 只是到了解放时期 由于某些原因导致一败涂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